对于娱乐圈中的事是非非,疯疯和和相信每次都是会让大家一头雾水的,总是有助这属不尽的飞翁,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娱乐圈的大众女神丽莉热巴,和她那扑索黎明的飞翁男友。 热巴是一位来自新疆的淡美女,从出道以来热巴就深受大家喜爱,无论是三生三世十粒桃花的凤酒,还是克拉恋人的糟红,热巴那出色的演技都让人影响深刻,而在后跑男中热巴那真实不若作的性格更是坚本无数,不过虽然热巴在事业上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但感情上却一直都是扑索黎明。 本来在跑男中与陆寒那天生一对的形象,一直是不少粉丝心中的内定情侣。 但是没想到后来陆寒却宣布与关小通在一起了,这也让不少粉丝都失望不已。 而大家应该知道当初还有一人也是和热巴飞翁不断的,陈伟霆。 他们是在古装剧固剑机坛相识,因为两人在剧中CP感十足所以也一直备受刊好,还不断传出在私底下约会的飞翁。 但是后来却被成为听经纪人辟谣了,所以现在也基本没有他们CP的声音了。 而迪丽热巴最近又被扒出在拍摄秦时利人明月星时,与张彬彬的行为哼是亲密,还在微博上频频互动。 而且两人还是同事。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两人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不过后来又被热巴自己辟谣了,他表示两人只不过是闺蜜关系谣役。 而前段时间三生三世大火,让热巴和东华帝君的爱情也是感动了不少人的。 但是热巴和东华帝君可不只是荧幕上的情侣,在现身中两人也是的行为也是十分甜蜜的。 时不时会撒波糖。 之前有媒体采访问热巴喜欢什么样的男友时,他表示就喜欢高卫光这样性格的,因为他只对我一个人好。 这难道不是表白达? 其实无论烫迪和谁在一起,作为粉丝都要尊重他的选择的,同时也祝愿我们的女生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属的。 接雨,你觉得高卫光和陆涵谁配热巴呢? 本文图片今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迪丽热巴迪丽热巴因电视剧三生三世实力桃花声势暴涨,之后加入奔跑把攀上事业高峰。 受到广大粉丝支持,不时会收到礼物的他。 近日收到粉丝想逗他玩的耳环,上头写住老子最酷,不服甘无的字样。 没想到,他不但真的戴上粉丝的新衣,还特地自拍发王,暖心宠粉丝基在天衣装。 粉丝亲手做的耳环相信关注过迪丽热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迪丽热巴演绎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从克拉恋人开始的。 在剧中他饰演当红明星高昂。 其实好多看这部剧的人,最开始都是冲出韩国男星REIN和唐燕他们去看的,结果没想到最后被迪丽热巴给捐粉了。 所以因为这部剧的胜利播出,迪丽热巴的人气之猛增,演艺事业也在上了一个新高度。 迪丽热巴随住迪丽热巴的越来越火,各大综艺节目也频繁地出现他的身影, 特别是跑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大家开始关心他的感情问题,迪丽热巴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了。 在跑男中,他是这么说的理想型男友要有三个关键词, 善良、孝顺、友善、敬心,这也不是很难啊。 关键是迪丽热巴又说,然后慢慢勘连吧。 一不小心说到重人了,原来颜值才是最重要的啊。 原来女生也是野伴男友的颜值勘得很重要。 虽然热巴阻获很多CP,最大的就是陆地夫妇了, 不过随主陆寒在微博上公布恋情之后, 也就宣布住这对CP不太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了。 热巴和高位光红了的迪丽热巴绯闻不实。 和陈伟婷、张冰冰恋爱接种被爆,迪丽热巴都委婉承认, 只是荧幕CP。 面临记者的几回再三接问, 胖迪也难得的初次正面答复了这个麻烦。 胖迪喜好人的是东华帝君啊, 与胖迪同在杨幂工作室,性情也属高冷泛力。 高位光,中国知名青年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因参年三生三世十丽桃花中高冷舌, 先东华帝君一叫而走红。 由于模特身体极略在红穴的外貌, 备受时尚和娱乐捐瞩目, 也是今年冉冉上升的一颗星星。 虽然年纪差距有九岁之多, 不过两个人在一起时竟然没有一点违和感。 高位光的成熟内脸气质配胖迪生动可爱, 生得像一对家人。 不过娱乐捐的是见证的不能单从表面上看, 不过真心希望日巴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对这对CP您刚好吗? 迪丽热巴眼之高, 身材好, 这样一个抢眼的女子自然少不了青睾者。 戏数过来和迪丽热巴搭戏的男演员真是不少, 从大师兄陈伟霆载到东华帝君高位光, 这么多于热巴演赢幕情侣的男明星, 哪个最配胖迪呢? 在顾剑集团迪丽热巴扮演的小诗美福曲娇门可爱, 一只钟情与大师兄陈伟霆, 而迪丽热巴和陈伟霆在剧外也曾被大家传出过飞文, 两个人在一起很甜蜜。 陈一伦在漂亮的李慧正扮演白浩宇, 在剧中陈一伦可是把胖迪严的够呛, 好在剧情在后面翻转了, 白浩宇爱上了李慧正两个人修成正果。 陈一伦看上去有一种冷冷的帅, 可是他和胖迪时中并没有交集。 高伟光在三生三世十丽桃花饰演东华帝君, 虽然小狐狸凤九在三生三世十丽桃花也被东华帝君略的断围了, 但是帝君对凤九的满白的生辰。 现实中高伟光可是个小有名气的模特, 他们在一起可争是狼才女貌, 感觉很和谐。 在怦然心动里, 胖迪严的小花痴, 默默暗眠李一峰饰演的大明星。 迪丽热巴和李一峰, 他们在一起可视高颜值的组合, 有目有。 张冰冰在立基传扮演情史黄银正, 迪丽热巴扮演立基演绎了一段爱情故事。 现实中他们也相处甜蜜, 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胖迪,这么多的帅哥, 你可要擦两双眼哦。 YES娱乐8月29日综合报道迪丽热巴 在七夕表示自己仍是单身阶段, 不过出道到现在, 也跟许多男星传过飞文。 而通常迪丽热巴的飞文对象, 也多以拍戏或录影时的亲密互动等而传出在一起。 不过姑且不论是不是真的, 在这些飞文男友中, 谁又是最配迪丽热巴的呢? 陈伟廷与迪丽热巴在《顾剑集团》中饰演师兄妹, 迪丽热巴饰演的小师妹扶曲深情的爱助陈伟廷演的大师兄音乐, 只可惜没有一可狼无情, 两人在戏中并未有个快乐结局。 戏外也因陈伟廷当时与蔡卓妍, R.S.J.交往而不了了之。 翻拍子韩剧她很漂亮的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 迪丽热巴烫起卷卷的泡面头, 欲满主角陈一伦演起儿时的青梅竹马, 因长大后外表改变而认不出对方, 到最后相认相爱的故事。 两人的高延迟相当般配, 再加上陈一伦帮忙宣传, 先前迪丽热巴主演的电奥《交易》片件, 让网友猜测两人该会真的在一起了吧。 红雪儿配红雪儿, 不是,是长相像红雪儿的高卫光, 与有维吾尔族血统的迪丽热巴, 两人配在一起, 根本就是王子与公主。 在三生三世十丽桃花的红湖凤酒与东华帝君, 谱出一段可可可泣的爱情故事。 网友也为凤酒与东华帝君祖图搞笑台词, 更加深两人可爱荧幕情侣的形象。 既漂亮的李慧珍和三生三世十丽桃花后, 迪丽热巴三度与张彬彬合作, 这次的秦十丽人民月星两人终于在一起。 霸气的嬴政, 因公孙力的美貌而生成爱慕, 并流露出自己最温柔, 真情的一面。 月星的剧情, 再加上两人的好演技, 让网友入戏声。 而迪丽热巴在第五季的奔跑版中, 暂时接替刚生产完的 ANGE LABABY。 迪丽热巴也极由此节目, 认识了成员陆寒。 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热络, 被网友取名陆DCP。 节目结束后, 迪丽热巴与陆寒也被拍到两人一丝一起吃饭, 虽然并不是单独, 但仍让粉丝们相当兴奋。 文外图翻设自迪丽热巴成为 亭丁一轮高位 光张彬彬录罕微博图片来源 YES娱乐新闻中心 原标题, 迪丽热巴自称丹生